小明星好 這麼久沒唱歌了一點都不確長 我們剛才在說塞梨七巻 我記得塞梨七巻和歌就很出名 聽說以前是你和高明哥哥去做秀的時候 都唱這首塞梨七巻會煮的歌 不然也比較重點要唱幾句來聽聽 我記得 我記得塞梨七巻有夢月 四巻是山路旁山 五巻是朝鮮酒走 六巻是老轉經過 七巻是廣東拐多 一千寶貝 好幾乎人物很累要唱 這三個角色就標示這個為我們老氣 我說我記得頭巻是高明 二巻是什麼 羅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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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紅色 羅賓都會紅色 三巻是什麼 三巻是蘇金龍 蘇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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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巻 高興基我們小姐 高興基 就是老年妹太太 也沒在 五巻 五巻是無拉運 無拉運 我們已經翁生日三十年了 對 對 還有六巻 六巻 六巻是九巻 九巻 剛才去查了一個沒底 七巻 七巻是蘇金兵 沒有 沒有 我知道那時候不難 還有一個叫 黑空俱 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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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鞋是沒在七巻裡面 七巻以外 像我一齣 要紅色的人 就不簡單 還有旁邊就紅 黃鞋也紅 黃鞋也紅 黃鞋 黃鞋 我記得以前 黃鞋叫我回來 回家鄉頭頭 大家都會怕他 派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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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人很疼 但是 我們今天主要要談的是余蓁 余蓁就是頭蓋 郭鞋 那個香榮 出水的那個派人 你叫郭鞋 出水 他好像說十萬元就出去了 這個故事蠻精采 他那些 以前他們家好走的人 我們大家 肉類都是黃鞋 對嗎 黃鞋一鞋 都音樂人 你沒想到 黃鞋他那些 叫做 黃鞋 他這裡是 種下這顆種子的人 因為他老師 是黃鞋 黃鞋是白老師 你如果是黃鞋 都有圓圓的 等一下 那時候黑瓜很貴 你那時候黑一個月多少 我不知道耶 都沒辦法出錢 所以你早上也好給人嗎 他比較後面 他比較後面 他應該會比較多錢 我跟妳說 我不知道 那時候 那時候我去讓 請賣的小孩 賣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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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薪水是200塊 200塊 薪水喔 薪水喔 薪水很久了 以前去黑唱歌 一個月學費 四百五三千塊 所以妳家好厲害 妳家是在 妳老爸在做什麼 我們家做家具 做家具啦 我們家 對面是工廠 我們騎家一直去樓 還有一間店 一個福愛樓 那個年代家具行很有錢耶 有工廠還有店頭 那些錢都油洗洗 真的 然後呢 妳怎麼樣進入 因為學唱歌 不代表妳一定能進來演藝圈 妳是怎麼進來的 我那個同學 白鷹她妹妹叫白鷹 等一下 等一下 她說的 不要說妳不白 和我都不白 白鷹現在在八九十歲 差不多 我是乎雷貫兒 我都不聽她的名字 我不看過她的名字 白鷹也很紅 那時候電影的女主角 妳這年紀比我小 妳怎麼會知道 只有很小就唱歌 所以我不知道 我都會看 她的資歷比我長還沒看 我真的都不知道耶 好像紀錄海 紀錄海的年代喔 這白鷹給妳介紹 在裡面做歌手 對 給我介紹叫六聲唱 那唱歌 唉唷 妳看這個以前 很美喔 喔唷 太棒 以前像明年全身有夠跌了 以前就很過分 腳好漂亮 我就說我坐在旁邊看 坐在旁邊看 好像說這長腳的漂亮 美人魂魂魂魂魂魏魈 覺得你漂亮身唱歌就好 聽說曦 這位的歌 我是一片雲 歡迎 謝謝 聽妳在唱歌 我怎麼想說 我曾聽人家說 高明很秀母 家裡什麼事情都沒給妳做 每個人都她自己做 和妳的XX都她小的 歐若生好男人 真的 過去沒那麼多 生活不好過 所以余政開了一家KTV卡拉OK 結果高明大哥卻選擇 在卡拉OK的大門口 上吊自首 很多人也說 她會不會根本就沒想要死 她為什麼會不在家裡 為什麼去大門口 不然就丟一下 丟一下要給妳看 因為 家裡什麼事情都沒給妳做 每個人都她自己做 和妳的內褲都她小的 歐若生好男人 真的 他以前沒洗他 那他為什麼他願意這樣 屈臭來做這樣的工作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太疼我了吧 因為以前我都有做那個 水晶指甲 以前是大家 我水晶指甲做二十幾年了 好流行 我是他做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樣女秀母的人 怎麼會帶男人 對啊 為什麼 可能是旁邊的朋友吧 然後不是旁邊自己的朋友 自己那個小朋友 自己小朋友不聽話 你是搞一些 有的都比較好 妳覺得那個誰 那個蕭惠的老公 妳人家叫做張維幹 對 真的她老公好帥 她老公好帥 她老公 她老公 應該沒有啦 是很多人會說 可是我覺得應該 沒有啦 是妳沒看到 對我沒看到 妳沒看到 選擇要相信 如果像他這樣 讓妳知道妳會怎樣 可是我有聽說喔 我真的聽說 然後她就跟我講 真的喔 然後她們有告訴我 欸好像她到了鹿港 然後旁邊有多一個女生喔 怎麼樣怎麼樣 都嫁菜給她家家 有講過 嫁菜是沒關係啦 只有嫁菜 沒去 不要嫁 後來剛好 我先生沒有回家 她們又來跟我講說 妳知道她跟她在一起什麼 我說真的嗎 我知道 那個我很熟啦 是因為我不能去 所以她代表我去 我就這樣講 她只是代表妳去 不能代表妳當太太 後面就不要理了 也是睜一隻眼 後來回來 回來妳有沒有問她 沒有欸 其實我也是息事寧人行的 沒事 那她也不知道妳知道 我有問她 她也回答得很巧妙 她怎麼巧妙 她就說 喔沒有啊 我知道啦 那天因為我們人多啊 一起去的啦 是喔 她就這樣講 張導播 妳懂得 總會有一天 喂 老衛說我們心照不學啦 妳知道我知道 這樣就好 對 不然那個人不是我 我講過這個笑話 我真的夢境裡面夢到妳 等一下 我跟妳老公 對 我跟妳老公 等一下等一下 兩個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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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史以來沒有講過 可是我有跟她講 我說欸 就是在房間 妳在做那個事喔 喔 妳感覺如何 真的 那就是春夢 那真的有做夢 夢到冰米姐 我都不敢講 早後是怎樣比較愛來交這些有母 你知道嗎 因為不黏嘴氣 想要吹 想說 喔妳母知道 我們都要快來吹 妳放心啦 妳老公喔 我不會是她的菜 她老公很年輕 又很幼稚 又演奏 顧好 顧好 好啦 好 她現在要唱的瓜哥就叫妳甜蜜 真的 真的 真的是我 是祝妳是母 我怎麼搞 我叫妳甜蜜 我叫妳甜蜜 如果這樣 我真的捏到她的皮 來我們來欣賞這首歌 謝謝 謝謝